上輩,師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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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上次 老師說我的醫院裡面那個 從光陰醫後院,育嬰院長大來 我十四歲來這邊,四十五歲 那林靜宜醫師替他婆父產那小朋友 现在已经四十多天了 他的爸爸抱着他充满着父性的愉悦 这就叫性 性的本来的意义就是传宗接代 不管谁看到这样的可爱的小孩子 一定会让你觉得好像不需此生 因为生命的意义就在宇宙寄起的生命 虽然我常常看到那个礼堂旁边都有两句 你再向动员消为 不过有时候好像也对了 生命的意义就在宇宙寄起的生命 人总是希望他能够继续传宗接代 所以不管怎么样 小小的小朋友就这样呵护着他 而人类对面是在所有的生物里面 最不容易自求生存的一种动物 如果没有父母这样保护你 你把他丢着 大胎也活不了了 你也不懂得自己怎么密实 你看所有的动物百分之九十九 都有自己密实的能力 所以人类的性更需要被保护 因为他一个怕被污染 你的DNA 不愿意别人的DNA来取代你 那看到自己的DNA生出来的小孩子 真的很快乐 我常常举那个例子 我常常举那个例子 玛瑰拿玛瑶酒签出品隔壁 你出品隔壁那大嘴巴也来了 酒喝了 玛瑶鸡总是以为玛瑶酒嘛 你这孩子有点漂亮 很生隔壁的叔叔 厉害羞 厉害羞 把人的儿子怎么 不是死得掉 把人的儿子不能偷生 你不能偷生人家的小孩子 因为不是你的DNA 你生出来的 人家认得出来 身上隔壁的叔叔 所以这个不好玩 情杀 有一节课 我们会跟那个别的科系同学 5月12号那天我们在 诶 是5月12号吗 在楼上5月12 诶 是这么巧 5月12号就在楼上5月12教师吗 我看一下 因为上次老师也跟大家讲 那一节我们这个教师要做考试用 他们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指考之类的 那一天是 那一天是 真是5月12号 不是 是5月12号 我吓一下 诶 对我吗 对了 5月12号 不是5月12号 5月12号 也就是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我们在512 512教室 楼上 那 再下去 那个道路在讲呢 不然现在讲大概我忘记 再下去是5月的16号 我们会跟那个 法医学性侵害那一章的其他科系的同学一起上课 那可能应该在这个地方 所以那时候你们就经常坐前面 我一种这样的语题 算你衰 由于那一章节比较残忍 有很多性侵的图片 那有很多 将来你要怎样面对 这种 鉴定 那你要怎样辅导这些人去鉴定 也都在5月16号的那一次 所以记得 尽量坐前面 好 好 那 我们看到今天最头条的新闻就讲到何事 要不要继续新建 那 当然啦 林毅雄 给了一个很正看的答案 虽然蛮久了去看他 林毅雄的绝食举伯哗然 大家都觉得这样一个人格者 下来他所做的事情都是最有代表性的 而且最没有贪婪 怎么讲 连他是 陈毅雄当上总统的时候的总干事 也是那个时候民进党的党主席 把阿典弄成总统了 他自己就退休了 他完全不进到官场 不然他随便他也可以当个副总统或者行政院长 一记不求就退休 退休了 现在又出来 不为什么 就是用禁食 就是绝食 禁食来唤起国人 不分蓝绿 不分种族 不分男女老幼 大家都希望和事这个发电 这种贪婪的发电 应该可以停止 我们何止可以何持共振 没有人反对医院里面的何持共振 没有人反对医院里面的放射线同位素 来治疗你的甲状线 机能抗净 没有人反对医院里面的辐射同位素 来做你的摄影 显影剂 可是我们会反对 核四发电 一定有他的理由 这个已经庆祝难输 说不定 但是你有知道 这两天我们的新闻就是这样 昨天晚上 终结 2014终结核电 核四 他是核四 有押韵的 2014终结核四 打在总统府的上面 林毅雄批总统无权干涉 是因为总统职责是管外交国防 内政的东西是行政院长管 这个是要分工的 所以总统你答应他要怎么样 那个都是过度蒙上你的权力 因为他无权干涉行政院长的决策 他也不能包山包海 所以我们就叫立法院怎么样子 就是给核安通过了 我们再来公投 这个也不是他的责权 他的权责上不是这样 他都要欠财公公的 这个除非是独裁以外 你不能够越权 林毅雄也赏他一个巴掌 这是一回事 那现在你们看到的是刚刚 11点42分的新闻 这个新闻 就在桃园龙潭 有一辆APACHE的直升机 APACHE 那个是非常厉害的 才刚刚进台湾 阿弥雄说 马英九去那边 给他迎接握手以后 这台飞机就这样子 11点42分 撞了民载毁了 全毁 那飞官有没有死掉 好像没有只是重伤 送医院 有一个民众好像死了 因为42分那时候的报导 只有说压伤 同学 一个庞然大物从空中掉下来 你被压伤 非此即伤 当然会来说 那些骄语 你们知道龙潭 你看 桃园的龙潭最近跟核发电扯上关系 以前我不知道 老师是两天前才知道 原来26年那边偷偷的买核废料 那个龙潭的地方 开饭给你看 你看 你看 我们都 哇 那个桶装了 核废料 而且是低位阶的 就是说杀伤力不那么强的 那真正的强的 已经封存 被美国强制 就是在狗 当这个故事很长 它就是以前 有一个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 那个博士 被美国CIA吸收了 把台湾偷偷的做核子武器的 放在清华大学偷偷的 假借研究 事实上在研发核武 那这个CIA栽培出来的 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 张 张先生 他当然要 为这个很恐怖的 这种核战 不应该有的嘛 全世界都在反对 因为那个时候老蒋 蒋介石看到中国 他有核爆 所以他一想糟了 中国都在核爆 我们这边连个 核子弹都没有 原子弹都没有 那怎么跟中国 反攻抗 反攻大陆 反攻抗 反攻抗 那个时候的标语都 没有指望 当然他也知道了 但是总要搏一下 所以他就偷偷的利用 清华大学的核子工程系 他们进一些U-238 用U-238来制造 普-239 普-239就是核弹 那这个中间 当然了 被美国发现了 美国马上 用他的飞机来 直接把这个张延线 载走 把这个封存的核飞掉 那个时候是炭棒载走 不只这样 就把清华大学的反印鲁全部炸毁 全部把灌浆炸毁 让他不要有武功 那台湾投了四十几亿 那个时候四十几亿很大 但是没办法 因为你偷偷的做 我们还拿到非洲去释放 我们利用以色列的技术 以色列你知道 他不可以一个小小的以色列 旁边都是回教 回教的中东的国家 伊斯兰教 Ossama Bin Laden 都要把他干掉 所以他的武器的研发 包括他们的飞机 飞弹我们都要跟他买 所以那时候我们也懂 要我们叫法国 要把这以色列 那以色列跟我们合作 偷偷的把清华大学 制造出来的盒子 那个炸弹 已经做出来 拿到非洲去释报 借着很多假装的动作 可是你一爆炸的时候 那个空中的 那么多卫星的监测 美国马上知道 所以他才赶快把 把台湾的这个 清华大学人的那个疯掉 也把那个张元倩 赶快再去美国了 让他投奔自由 因为他当要别样 哎呦 同学你要知道CIA 在台湾多少 你如果去上那个TOEIC 那些外国来的老师 三个里面就有一个CIA 这样你懂 以后你上课的时候 不要太天真 把台湾的秘密 全部都告诉他 马英九很笨 这个国家的极高机密 千万不要这样 不然他都会告诉他们 美国的那个 维基百科都有记录 所以维基百科一解密 那个人就跑到 苏联就躲起来了 那维基百科里面 多少政治人物互相骂 马英九怎么要戳他的内阁 讲的难听 都在那个里面 现在你们上网都看得到 所以有时候我们 除非你不讲 不然的话你只要跟谁讲说 这个命令你要替我保守 你不能讲 我还打勾勾 我还盖印章 越是这样保密的 越会死掉 所以龙潭这个地方被逼得怎么样 前天就让桃园县长去看 吴志阳去看 吴志阳他爸爸不是小人物 他是连最后一个阿里山 存在他选省长的吴伯雄 吴伯雄也不是 他以前总统府的秘书长 内政部长等等 除了总统以外 他什么都干过 吴伯雄他的爸爸 都连生生兄弟 吴伯雄爸爸 相生的那个阿伯 跟他爸爸是相生的 双生死 当法官 就在258的时候 被拖出去弄掉 因为他审判到 那个时候中国来的贪官污吏 你把中国的贪官判罪 这个法官就被干掉 听说了 他被埋在很浅埋 埋在那个椰子树下 香蕉树下 手翻绑 嘴巴里面还塞他的印金 把他的生气割掉塞进去这样 他的太太就是台湾 女生能够读得最高学府的 撒格陆 三高岭 三高岭 三高岭是日治时代 日本人只能 只有日本人可以读北一女 那个时候的北二女 就是叫撒格陆 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女高 在里面教 他们认裁缝 你要听老师讲的故事是 七十年前的故事 那时候日本统治 在那个时候 在日本的三高岭读书的 里面有李登辉的太太 曾文慧女士 里面有连战的老婆 连芳雨 里面有软美书 就是软朝日 二二八的时候编了字典 让那个时候日本来统治 突然间换成中国国民党来统治的时候 不懂中文 他写了一个华日字典 华日字典 还写欢迎国君 那个软朝日 他的女儿 后来嫁到日本 就是沈西牛一星牛 不知道他妈怎么死的 后来在日本的图书馆也找到了 原来他发过软朝日 就在那个时候二二八 跟台大的文学院院长林茂森博士 哥伦比亚第一个台湾的哲学博士 也就这样子不见得死了 当然他们尸体现在知道 都埋在台北医学旁边那个六张里 五祖公墓 只有墓 没有名字的 DNA一对都可以知道了 总而言之 老师讲这个故事让你知道 台湾那个时候最好的女生的最高学府 就在三高女 那个三高女教烹饪裁缝 那时候的女生一定要学女工 租本啊 做什么啊 帮忙家里做商业布计 那样才能够嫁得好啊 在那个年代的性的观念 结婚的观念就是 咱们不要闯了 咱们不要嫁啊 所以大概不是二十岁左右 女生可能不到二十岁 十七八岁就要嫁 所以三高女毕业就是高中毕业嘛 十八岁 各样享贺 那时候正青春啊 而且生殖能力正强 在那种形势下 你就不用担心今天的不孕症 想当年 那个时候生下两个小孩子 像老师的妈妈 也是三高女毕业的 她们在三高女读书的时候 诶 怎么有一天 她们烹饪裁缝的共同老师都没有 她们没有来 那个老师就去替她先生收尸 收尸自己用Miyaka Miyaka就直接推车 人力推车 把她的先生的尸体 从那个浅埋的香蕉树下挖起来 自己回家洗澡 没有人肯帮她 因为这个时候二十八的恐怖 白色恐怖 你只要跟这些人的家 牵上关系 你可能就是也会被抓 所以人的人性是这么残忍 她把回去把她先生洗完澡 还拍了照 伤口 枪击的伤口 然后给她自己拿去埋葬 我母亲那个时候就讲说 她们的共同老师烹饪裁缝 商业部纪老师就消失了 到了后来 在三年前 她们老师已经大概九十多岁了 有来台中的时候 再找到我母亲 还有那些郑顺娘基金会 有一个临家花园的媳妇叫做郑顺娘 她的儿子是我们学校的雅特毕业 在父亲路开业的 那个郑顺娘跟我母亲是一起同一届的 她们叫做松竹梅班 松班 竹班 梅班 不同班 但是同一届的 所以这个吴杨刷 刷怎么写一个毛下面四点 吴杨刷老师九十多岁了 来 这些学生们大家共同请客 那老师就载着我母亲去到那个餐厅 大家都垂垂牢矣 想起当年的不胜的唏嘘 那个时候吴不穷的爸爸活下来 因为他爸爸不是法官 没有判人罪 他的阿贝是这样子被国民党干掉的 他居然在国民党里面当到高官 一点都没有那种反省能力 这个也是斯德哥文摩症候群 斯德哥文摩症候群就是 斯德哥文摩那个时候发生的银行抢案 被抢的那个柜台小姐以后去探监 把他抢的歹徒居然同情他还降与他 我们人会服从在权力里面 权力会让你不敢跟他反抗 你反而爱上了这个歹徒 这很奇怪 好 那这个故事是比较早的故事 比较晚期的故事就是 那个年代是反共抗恶杀猪八毛 所以中国既然在1974年有核爆 那蒋介石紧张了 赶快研发了委托跟我们邦交北外的非洲 非洲那个时候是非洲国民党 带克拉克总统 他也接受我们的同意 我们在那边释报 当然美国从那个释报的热量 他那个炫壮的云雾就知道那个地方 一查也知道CIA有多少人在南非 约翰尼斯堡他们也懂 所以才会把张延线赶快抓回去美国 而且他抓的地方从哪里你知道吗 就是从台中 清天刚 1月8号张延线的太太跟儿女们 就马上出境到日本 逃到日本 1月12号 美国的飞机 哇 下来 台湾管都不敢管 连个屁都不敢放 为什么 因为美国是台湾的老爹 大哥 他用台湾关系法 语取语求 他让你能够有执行你的宪法 民法刑法已经不错了 不然的话他可以废掉你 全部用美国来管 他不敢这样做 因为他也丢脸了 没有依照国际战争法来处置台湾 让台湾有公民投票来选自己的内阁总统 然后宣布独立 这个都错了 美国还在玩台湾 所以他就继续玩 那我们也没办法反抗 所以乖乖的让人家飞机载走 不然的话你本来就可以发现雷达 有美国飞机下来把它干掉 你敢 连个屁都不敢放 这个就是最贴切的形容词 不敢 所以这样一切就被载走了 这个就是美国 那个地方把那个剩下来的低阶的核废料 藏在哪里 就这个地方 导演 龙坛 天啊 我们才在害怕 日本的311浮岛事件的Tsunami 一个地震的意外造成的水 反冲的水把日本的核厂的电停掉了 因为被沾湿了嘛 沾湿了 没有办法冷却 而造成核荣新的继续溶解 那这种意外已经算是我们可以想象 可能台湾也会遇到特别核四 核一核二都是在活断层上面 哪一天大地震也是一样 居然这个故事我们还在紧张 已经那么多人站出来 包括余赤燕的富邦集团的陈矮林记者 富邦的董娘 富邦的董次长是挺马英九的耶 因为马英九让他在收购 其他的违法收购的上面挺他 让台北银行卖给富邦啊 这个已经被骂死了 马英九开始否认 我们也去跟他吃过余赤燕 后来被抓出来 有啦 有吃过一次 又被抓出来 有两次 两次变三次 最后五次 五次 五次他也没办法 他总统啊 你也不能抓他 也不能关他 刑事不急于总统啊 要他下任才能够追溯 富邦的董娘耶 陈矮林前记者呢 是发难来反核最厉害的人 然后带着科医症 带着小医师 大医师 带着这些所有的艺人上街头 你想想看 你想想看 谁都怕 谁都怕 而我们怕的地方 居然不是地震 就在今天早上11点42分 是飞机 军用的直升机 多厉害的阿帕奇啊 就在上面这样碎毁 如果他的位置 刚好是在那个核废料上面 那种陈爆 他已经有七次轻爆 那个是他们在移送的过程 没有经验 哇 那个污染多大 不敢讲 至少是日本辅导事件的 那个普137 那种污染日本是168.5倍 比他还大 同学 比日本的还大 那他的半衰期是多久 你知道吗 同学你们要有尝试 你们这边有放声说的同学 就懂 他的半衰期 布137是30年 我们现在在这边才26年 表示上次的轻爆 造成污染 今天还持续中 他只是半衰期 到了30年 再4年 他只是减少一半 下面还有每个30年再减少一半 变成四分之一 然后变成八分之一 这是最轻的 可是他里面制造原子弹的那一个 U238变成 把它加热 升高变成普239就是炸弹 普239的原子弹 那个东西就是24800年的半衰期 如果出了事情是24800年 他才变一半的能量 这个中间你有几百代的子孙 都要吃那个土239 我只想像这些数字 我们看过 我们对数学不懂 我们都可以想象 所以这个很大的事情 今天就变成二楼全会 格林基在这里 一部分的残骸 我不知道怎么办 808的阿帕奇 最新的 809握个手 又是中标而死 我不知道 欢迎美国事实表态 美国总统现在在哪里 同学知道吗 知道美国总统现在在哪里的挺举手 美国总统在哪里不知道 全世界大阿哥的首领 离我们只有几百公里 现在美国总统离我们台湾 只有几百公里 在日本东京 昨天吃了七十四颗的sushi 我想不对了 十四颗啦 七十四颗也喜欢点心 十四颗的sushi 那个是八十八岁的sushi 老师傅 手捏的 给他吃 十四年前 他们的老布希有去 另外一家餐厅 吃了以后 老布希站起来 突然间 比中风还厉害 也贵 silly 后美国总统 今日は搣成要也没挑 原来他这是时差 时差受不了 还以为中枪 吓死了 后来日本有一只猴子 就表演老布希 《惭ees》 或我们大家拍拍手 把美国总统抓起来 捂住也很快乐 不过不管怎么讲 美国到了日本 马上表态 掉了一台是日本的领土 中国你跟我相达 你看这么简单的问题 就这么简单告诉中国 表示那个时候 保调的马英九 他当年一直在保调 他的学术论文 你知道马英九的学术 在哈佛大学的 就是保调 他主张掉一台是台湾的 所以是台湾的可能也变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把台湾 当作他的小老弟 小三夹在了 OK 这个是另外一个讨论的议题 至少这些人现在又被美国总统打了一个嘴巴 我跟你说清楚 日美安保条约 管定了钓鱼台 因为这是历史的贡献 台湾跟澎湖跟钓鱼台这些珠宝 在1895年已经大清帝国灭亡 溥仪皇帝 还有此期太后已经全部用相关条约 已经让渡给日本永远割上 什么叫永远 同学 国际战争法里面写的永远就是永远 你要叫他除非经过天皇 还有日本的国会表决说 我又把这个永远取掉 不然日本现在也是被美国托官 日本的天皇是美国赐他 不要废掉 但是你没有权利 日本天皇现在的屁都不能放 可是他们也去访问 现在美国总统欧巴马还是去访问 象征性的天皇 他没有权利啊 但是在联署他们的首相还是要签字 你不签字 90天后还是生效 有时候天皇跟那个某一个 现在是阿贝的 阿贝首相 有时候不爽 两个人有世仇 他可以不签 就像英国还是女王制度嘛 有皇家啦 当女王死掉现在 可能那个现在刚才娶婆的那 他可以做男的皇帝 但是不管怎么讲 你有不喜欢的政敌 选上了真正英国的首相 或者像日本的首相 你还是必须要签字 因为你不签字 你只有丢脸 还丢了名字 90天后 照常生效 没有用啦 你还是乖乖的签 比较不会被人家骂死 好 至少这句话就告诉官员美国 适时表态 因为1945年日本投降了 同学记得喔 投降了以后 他并没有把台湾 在联合国里面交给哪一国 他叫做托管 一托70多年 现在还在托 所以一托管的之下 那个叫做旧纪扎合并条约 1951年9月8号通过 世界的一位联合国的成员 除了台湾跟中国不能参与 当事国不能参与 其他都有参与 那个时候乔冠华跟他们的外交官 拿了一大碟公文去联合国强调台湾是他们的 没有用 最后联合国一个正式公文告他 这个案件死后不准在意 也就是说台湾是属于中国的这个案件 已经被剔除掉了 剔除掉以后 这个战争法还在进行中 9月8号通过的 到了隔年1952年4月28号才正式实施 所以你家里面有没有长辈 是1952年4月27号之前升任 你的升任到今天为止还是日本人 不要忘记 因为那个时候空草时期嘛 战争法还没有通过 9月8号通过 隔年的4月28号实施之前 他都不能够剥夺你是 那个时候还是属于日本国的身份 当然现在都被模糊掉了 因为蒋介石来 美国需要蒋介石替他打韩战 就准蒋介石在这边发给台湾人身份证 所以你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很可能拿的就是 还是那个中华民国的身份证 而这个中华民国是南京政府的 已经灭亡了 现在来到台湾叫流亡政府 北京政府在1949年的10月1号成立以后 南京政府就被取代了 他的名字还叫ROC 在联合国里面常任理事国不要忘记 他的名称就叫ROC 那我们现在是跟人家借壳上市偷用的 真正的权名叫PRC 简称中国 所以事实上就一个中国 那台湾是不是他的呢 如果真的是的话 那你就当小三 因为台湾还没有地位定论 因为没有经过公民投票 那今天 所以他跟买酒在总统府 两个人对骂 那不叫做谈话 我讲一句你讲一句 大家在那边争 争了一个小时多 待会儿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照片 那当然 何事公投他们讲好 听说需要公投以前不准嘛 现在说准了 可是安检以后 你还要等到安检 安检还一段时间又花很多钱 放了 他讲说不放棒 也是不运转 不运转的时候 那你何必呢 现在就可以停了嘛 既然不运转 那你同意林毅雄的这种进食 绝食是一个人格者的坚持 那你就何必浪费这个时间 他们两个变就变成了嘛 可是这个中间引经据典 两个人都是法律人 苏贞昌曾经是台大第一名的律师 马英九是考虑是没有及格的总统 本来是笑阿扁18% 18%还当什么总统 就算没有犯罪 自己也知道要羞耻下台 他现在自己变9% 上个月还变成8% 所以高雄市议员 有一个穿那个袈裟的出家人 叫做果传师傅 郑新柱议员 他说马英九你的民调如果降到8% 他就要开流水席 真的 上个月他已经开流 上个礼拜而已 给大家吃饱饱插力粉 很高兴好像在办喜事 天啊 一个总统掉到8% 骂他18%的自己变成9% 上个礼拜变成8% 还经过人家庆祝他变成8% 所以今天你不乱 不运转怎么样 那个都是 你只要没有让公投门槛下降 就是骗局 同学 你们这样吵来吵去 然后两个今天你回家看 你绝对看不懂他们吵什么 老师告诉你一个结论 林毅雄绝识 目的就是说 你不能用我们以前犯的错 那一年大家都同意有一个公投法 而那个公投法是一个非常高的门槛 你怎么投不过去 这么高的门槛 你怎么不把它修下来 趁这时候名气可用 如果你不谈公投 只有谈什么 不运转啊 不放合办 最后他硬要干的时候 你就没有法律基础 因为公投出来就是等于宪法 宪法高于刑法民法 那公投是高于宪法 宪法又高于普通法律 普通法律高于命令 准则那些 这是一个常识 以后你们很多人会当公务员 所以你们要懂得那个位阶 所以昨天的结论 今天的报纸也写 今天马总统跟淑贞昌主席 他的会面恐很难有共识 那当然现在已经看到 马先生周围的人 虽然有四名 像台北县 现在新北市的市长朱立仁 他也讲说 当然没有核安怎么可以 怎么可以有那个 不费核的理由 他那连郝隆斌也是一样 只是大家不敢讲的那么 环境大家都衰人过四年 他们知道要的是选票 因为这不是蓝绿的问题 这个连富邦的当牛 陈海林记者 他所带领的所有绿营的蓝营的团队 都是怕死 大家都怕 现在吴玉森 那个违格 每次出来民进党都喜欢调侃他 因为他带女朋友 一个有太太的人 带一个女朋友到违格去开房间 被抓到 所以人家出来 违格 这个 胡玉森 他有时候也要当小党编 若李前总统也威胁要死 怎么办 现在林医雄在威胁 若李登辉也出来要绝食 93岁你如果绝食 你要怎么办呢 所以 名气可用 希望你们能够继续静坐 老师 前天嘛 礼拜三晚上又到市民广场又静坐了 那办的是我们学校医学系六年级同学 我不知道 我直接说要去那边助讲 一看 医学系六年级的同学已经在那边主持了 Wonderful Wonderful 我们可以交棒 以前我们在走街头 宣传车出去都还没有这么多人 虽然那个现在草务到成品了 现在在清美前面那个广场 故意最近把它种草 全部围起来 那我们就在那个台阶嘛 可以坐台阶 居然台阶也坐满 我才吓到了 老师再一次强调 我不是民进党员 我也不是台阶党员 我也不是建国党员 我更不是国民党员 我不是政治人物 但是我曾经替他们扛叫 只要他们对了议题我都冲 在那么多年的经验里面 都输给今天学生的一个FB 他Facebook一出去就是几千人到 哇想不到 我们那时候几百人心 觉得很了不起 现在是几千人 所以有这么多的机会 所以有这么多的机会 在你们考试有空余的时间 尽量去遍地开花 你看昨天也这样 从异光教会走到开道 手机打开 还是这么漂亮 赞个开道 虽然这个没有发动 又是FB的 FB就完全不关的人 这次是民进党发的 他下面一个密 这个密也是很亮的 我不懂 可能手机放在这边 不然怎么会亮成那样 我不懂 一文件 静坐在那个叫做中正庙 现在像自由广场 我们以前称他中正庙 我们不走了 李昂写那个杀夫 入港的那个小姐 他哽咽着说 林义雄若有擅长两端 跟马将没完没了 没完没了 又怎么样 我就不怕你了 我就不怕你了 C姐的林义雄又怎么样 你的妈妈跟双生子在 你在美利老世界被关的时候 我去把他干掉了 秦制单位人员去把妈妈 跟两个双生子杀了 这个我们都一点都不流泪了 你他妈 林义雄死了 又怎么样 所以可怜的李昂 一个文学家 他们只懂得这样子 在那边 无病声音 当然也不能说他无病声音 他也是很好的心 很感性 可是真正人物就是铁的心 才管你 好万一真的不情 明天就是今天为总统府 那礼拜天大游行 那沈春华六文华 沈春华不是那个记者沈春华 但是他愿意把头发剪掉 一个女生挺林义雄到这样 我们也是感恩 那国际人权组织也来去看林义雄 因为这个好像印度的干地 不合作的运动 他没有跟英国打仗 第一个英国怪怪的退掉 如果今天 苏西山跟马英九两个没有共事 那都被逼着马英九 就辞掉总统 我不知道 还不知道 那 乌巴马跟阿贝 来见面 确保美日安保条约 十四颗受施了 老实讲七十四颗是有点胡扯 十四颗了 这样是对的 中国生气啊 同学 哎 中国的那个 对美 钓鱼台的事情是更可于怀 放屁在那边一直放 美国就扒他一下 你搞什么 我美国老大 我说了算 因为战争法还没有解决掉 台湾现在还在他托管中 你要把台湾 让他独立了以后 那个台湾所管辖的 那个钓鱼台就可能归台湾了 因为还是宜兰县的住址 那个时候是日本的宜兰县 同学你们要搞清楚 老实讲的都有个年代 日本的领土到现在 只是日本没办法处理 他被美国架空 台湾又被日本 美国的台湾关系法 是美国的国内法架空 所以台湾跟日本 这两个都是棋子 你棋子怎么决定他 能决定他就是大阿哥 美国说什么就什么 事实上也这样 因为还没有一个决定性的 应该要进行的战争法 那个战争法就是 让台湾跟日本都恢复他的军队 至少我们有军队 日本没有 只有自卫队 所以他们还是被美国所抓着 掐着脖子 这个顺便要知道 当然大家在那边 反和也好 还有反福报也好 这样战战兢兢的时候 我们的政务委员 也就是行政院里面 跟院长同样高的 可以代理院长 那个教授居然就优惠 时间里面七次跑到 他以前在台北大学 教书的时候的女老师 他提拔他从助理教授 变成副教授 变成教授 变成系主任 那个时候大家就觉得 这两个怪怪 现在居然公然的 人家在谈国事 那么要紧他跑到那边约会 所以被逼了两天辞职了 最可怜的是这个王医师 这牙医师被警察打到抽筋 有没有 居然有人说 他是癫痫症 所以他不能当医生 如果他真的是癫痫症 可能会被吊交执照 请问这个医生是先天癫症吗 没有 他本来好好的 他只是去那边 占领行政院的时候他去那边 叫大家说不要打警察不要冲啊 大家 就被警察打到他 太太哭啊叫啊 警察还骂他 你叫什么叫 那是我先生 我老公你跟我说老公 这样子被打到在那边抽筋 这个抽筋就叫做癫症 那个叫做脑震荡的血块刺激的抽筋啊 不是癫症症 癫症是一个 先天或者后天的 无缘无故他会发作的 或者看电视 他有那个电视的那个亮光 紧张的时候他也会发作 他没有 他只是那天被打到土白末抽筋 这个你有看到 我也看到 他居然想要用意识工会把它弄掉 求货算账让他没有职业 让他把牙医执照弄掉 还好啦 台北市牙医工会说没有啦 没有癫症啊 出来了被骂 把他出公文呢 卫生局出公文叫他去解释呢 7天内没有解释的吊销 可恶到家 打人了人 被你打到丢金 虽然现在好了 你居然没有追究那个谁打的 那个打的警察到现在还没抓出来 要把他吊销执照 整个颠倒办 现在你如果没看《砍化系》节目 你也不知道 老师也很高兴 遇到这个李婉玉 在民进党的初选里面 纵箭落马 为什么高兴 因为他这个女人 有一点跋扈 有点善半 借着他的那种身体的优势 他练碰 优手 咖成点哼哼 他就懂得去利用男人 他懂得在他博士班里面 他的学弟硕士班的这样把人家玩 玩料要替人家一脚 所以太多的闯太多的祸 虽然他很厉害 真的很像女生里面要像他这样子 除了周玉寇 除了陈文倩以外 真的没有几个 可是年纪来 这党里面的民调 他居然是最后一名 没有办法进入初选 也不能叫初选 他们那个做的就叫初选 不能进到那个 跟其他党拜去选台北私议 不过他也很成熟了 震惊啊 很不真实的感觉 因为他想说再怎么烂也会进去 对不对 所以还是输了 这是一个修理 有时候公共政策就会让人 你硬拗没关系 人民站出来 25万人 五十万人反服贸站出来 这次反核 你看 绝对比这个更高 你看 核四的仪器的控管系统 美国核管会拒绝审 因为我们是拼装的 同学要记得 拼装呢 因为 美国那个奇异公司 不管你 因为你乱来嘛 台电自己去拿那个锚钉 那个 你向原厂买的一颗可能要 四五千万 真的很贵 台湾做的一颗才几十万而已 样子一样 可是它的那种坚韧度啦 在核子出问题的时候 保证它不要脱落的那种 人家有保障 我们没有 所以你用拼装车 美国的核管会都拒绝审 那你说要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这个现在才在乱而已 还有你看 台大北融三种 才五间房间可以收核灾 核灾多严重啊 你要洗掉那些核辐射层 还要给它点片 点一三一 你要吃了点以后 至少把那个布一三七 要给你轻站的位置把它挤掉 可是你只有把甲状腺保护好 请问肝脏肾脏骨头 有办法吗 还是没办法 只是甲状腺的部分保护了 这点倒是真的啦 他们说 两间内就可以制造一三一的点 足够台湾全部来用 好啦 就算有好不好 只能保护甲状腺 啊其他的呢 那其他的骨头干 有钱 啊我 they 痛闹你都没有给它保护 哎哟 拜托我这不行了 你看FTA的谈判也黑箱 不要说ECFA 不要说那个反服贸的 連FTA就是跟美國談那個Free Trade 哇塞 全部都是...啊...那外國啦...那經濟部 不管你們怎麼弄啦 那現在我們醫療人員 說衛生福利部說 中資醫院不會來啦 你不用怕啦 夭壽喔 你現在共同是要給過 過了十年就一定要開放嘛 那個是條約 白紙黑字 它不會一下子全來 它只會從偏鄉地區射點 這個東西要知道 台灣很配的夫人又責兵 結論是這樣 國小男老師給畢利班的女同學 吻一下子寄生見 當然這是被人家拍的齁 那國小的學生年齡幾歲 有沒有超過十四歲 當然沒有 那你給他任何 雖然他不是強迁啦齁 只是輕一下齁 但是這種輕 你就是性別平等委會 就要把他拿去 把他檢討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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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這個都不行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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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當然了 聲援林義雄 學生繼續靜坐 這個都還在靜靜中 還有這個 寶拳 洗弄來 見一回摸一回 還有一個 想要見二樓的前女友爬窗 摔斷腿 摔下來 腿斷了不能跑 女友終於如願讓她見到 說這款才傻的 那這個半年息凶十九次 累積喔 現在一釋一伐 所以累積到五年 所以她很 少女用書本來護凶 根本擋不住嘛 拜託 那個是保全 保全至少要學一般 有一點點武藝嘛 對不對 歹徒來 你總要跟她打兩下 對不對 所以不能這樣做啦 性本來就是個人有她的自主權 她各個人標準不一樣 人家不喜歡就不能做 當然你們兩個喜歡 你們叫做和奸 那個女生就算是低於十四歲 也叫和奸 可是喔 檢察官還是要把人家以上訴 因爲什麼 十四歲以下的性行為就叫做搶奸 那是公訴罪 十六歲以上就叫和奸 罪就很少 十八歲以上只要父母同意 你們都可以結婚 這個基本的也要瞭解 這個媽媽很可憐 但其實媽媽為了要生活賣尊 隨身攜帶十個保險套 保險套反而變成證據 就像現在的妓女 公倉 私倉 他們隨身以外 他們的公倉的場所都要準備保險套 在美國 加拿大 英國 荷蘭 荷蘭是有紅燈區更開放 你可以先從紅燈區前面看過他們的體態 願意的人才去按鈴進去 他一定先可以檢查你的生殖器 完以後套上保險套 絕對沒有一個意外 所以保險套是一個必要之恩 隨身必須攜帶 那你不帶的話 所以老師為什麼要跟同學檢查 我一定會檢查 目的就是說 你要保護自己啊 既然是這樣 一個媽媽她是為了賣孫而帶 她也是保護自己 在這種情形之下 不要用保險套來當成入罪的證據 不然的話 以後大家不敢帶 每個人都希望說 我賣了 我跟她衰 對吧 我賭到這客人 真的有客人愛滋病 結果不是愛滋又有可能B肝C肝嗎 那也是經過精力體力來傳染啊 難道我們願意嗎 所以在信譽學校我們還是強調 希望蓋保險套要儲罪化 所以每年都有同學寫報告 最後疾風報告的時候 他最深刻的回憶說 老師逼我們要帶保險套 我們叫了兩三個同學 晚上十二點 看到7-11沒有人 兩個在外面把風 一個進去 一買 童年看都不來看 趕快結帳就逃出去 好像作賊啊 還有一個同學最衰 放在他的那個鉛筆盒裡面 那鉛筆盒有一天一個老師上課 他少了一支鉛筆還是原子筆 就去同學那邊來借我一個原子筆 把他鉛筆盒一打開 那個同學說心臟快要跳出來 如果被那個老師看到他有保險套放在裡面 那我一生的親密就沒有了 欸噢噓喔 同學 放個保險套有這麼嚴重嗎 你怎麼不反教育那個老師 老師 我們上兩七月的時候 張其中醫師跟我們講一定要戴保險套 你身上有沒有戴 沒有戴 扣分 這樣才對耶 對 那個老師反教育 這樣子是更強的 更有需要 因為他可以再影響更多的學子 所以這個變成是一個 一個標籤 錯的 這個真的要改變喔 希望以後不要用抄保險套 你要抄就抄 真正的法醫鑑定 所以我們再跟那個其他班一起上的那一次 我們就會把這個更詳細的內容告訴同學 一泡廟 鮮冷博 中國網民 嗆 西眷赴香港 便秘 為什麼 因為香港已經被中國到那邊生孩子的 搶奶粉的弄到他們 實在是疲於崩命 香港的生活品質整個 九七年回歸以後 他們說一國兩制 沒有啊 放了很多人 小孩子用中國那種髒的方法 隨便吐痰 大小便 所以被香港人罵 罵到後來中國怎樣 更小更小 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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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羞恥 自己的恥辱居然反向來把人家嗆 所以要帶很多人到香港去大便小便 你看 同學你們還不知道一個很嚴重的事 保存鞋子工廠 二十六年前第一個 到中國最好的模範生的廠 他做アンティタ 吉佩蕾 甚至Reback 反正你的運動鞋全世界二十Percent到三十Percent 都在保存台灣這個廠 在中國生產 你知道嗎 這個禮拜 他們已經全部的廠房都進口 沒有人進去 因為他們二十六年到了可以領退休軍 退休軍 退休軍 政府給他們答應說 2015年再跌 他們也照這樣做 可是偏偏有一個95%以外的 例外的一個小姐 她去看她的那個退休金 她現在當場裡面的員工有一個月兩千 可是她退休以後一個月只有九百 這個中間有錯的問題你知道嗎 這個是大家本來講好的 都依照中國的法律辦 可是被擴大 擴大說 你就是這樣子作弊 95%我們的公安 我們的市政府也跟你作弊 結果叭叭叭叭 就變成抗議 他們多少人出來抗議 昨天老師看到了報道 戰群的人 戰個工廠進空 在外面 在街道裡面衝撞跟警察打架 六萬人 在中國這個是很大的事情 因為一個禮拜 你只要去上班 叫做要不要 你就是漢奸 這樣子喔 台灣叫什麼 台灣工廠叫台灣老 台灣老一個人字房的老 這樣才歧視 所以這個會變成政治事件 如果保存她撤退了 郭台銘撤退 其他的 王永慶撤退 四大企業都撤退 中國經濟 本來是炒房才會死掉的 提早就在這一兩個月爆 那這個時候事情就很大條 我不知道啦 你們能夠承擔多少人被騙去存那個中國人民幣 用3%的利息把你弄 台灣太多人去存了 因為台灣利率還不到1% 他就騙你去撐他的黑洞 這個黑洞 加上這一次的保存 崩喊的話 那整個都完蛋了 大家剩下蛋了 所以你要跟中國做生意 包括福茂 包括ECPA 就是這樣 已經看到26年後 最標準的模範生的寶城 協業工廠 已經要去造了 最後那時候逃到越南 那邊擺爛 這個時候就造了 沒有人付那個退休金 中國的勞工運動就開始了 可憐的南韓 所以以後你們要坐船 船公司的信譽 還有那個安全的那個叫什麼 就是沉下去人會浮起來 救生意一定要有 沒有的話你真的不要去 不好玩了 這個已經是太嚴重了 加速 氣得打官員 這個當然活該 對不對 你們實在太爛了 這個CNN主播你們常常看到的 他居然有60億的家產 他不繼承 因為媽媽 他的媽媽非常跋扈 小時候就是罵他們這些小孩子 意思就是說 她媽媽再生之年啊 說 我明白告訴你們 怎麼樣怎麼樣 你這傢伙小孩子 錢都不要給你啦 真的媽媽翹毛了 他們不要 她說受詛咒的這種家產 得之不公 尤其是沒有平安 她能夠放棄 老叔 我要被放棄一半就好 三十億就好 三十億來當作公益事業 那也真的名稱 我還有三十億可以 好好的過 有人這樣子堅持 Wonderful 這真的是不容易 這是剛才那個 高雄姓城的 三點多開車把人家撞倒一個女騎士 撞倒還把人家親戚 胸部還親人家捏捏 被產賠一百萬 早知就吸奶嘴就好 不要吸人家捏捏 車貨急救 你居然先摸先跳 然後再CPR 然後把人家親 哇哩哩哩 你要親就親嘴巴 至少還說 我這個是人工無息對不對 親捏捏 這個叫CPR 我怕死我也不相信 當然要被人家判罰一百萬 我該 一百萬比較適合吸奶嘴 當然你們要知道 林毅雄那個地方 是異光教會 我們實在院長居然不知道 問人家說 問那個牧師說 你們怎麼要用異光教會 借給林毅雄在那邊靜坐 天啊 他不知道異光教會怎麼來的 異光教會是林毅雄的家 林毅雄跟每一條世界被人家抓去 他的媽媽跟兩個連生女 林毅君沒有被殺死 從背後殺的十四刀沒有死掉 因為他剛好撤 撤了零點幾公分 沒有殺到那個心臟 所以他救起來 其他兩個 那個Bunny 他叫My dear Bunny 那條歌你唱的你會哭喔 我跟你講 林毅雄不知道 他被關 不敢給他知道 出來的時候 只敢講他媽媽死掉 那個時候他已經湧夜 躺下去弄那個棺材 冰櫃 後來再講到兩個原生子又死了 他就嚎啕大哭啊 那個家 就是情治人員進去殺的 完全用情治手法乾淨磊落 都是殺那個我們的樂監 第四 第五樂監 一點都不喊虎 阿嬤比較不好殺 因為阿嬤還喊嘛 喊著林毅君要逃 結果林毅君大概有掙扎了 沒有被殺到心上 送到仁愛醫院救起來 現在來當牧師娘了 他用那一首 Amazing Grace 來原諒他 林毅雄喔 一個禮拜以後就原諒那個兇手 他知道那個兇手不是他願意殺的 那個完全是警總的人員啊 講白一點 大家都知道誰啊 因為二十四小時 都有人監督的林載 後來變成一光教會 你現在問那個牧師說 阿你怎麼借他用 靠 那是他媽媽死的地方咧 暈倒咧 他心裡有說 為什麼 哪有這種這麼狂呢 我就想不到 因為剛剛老師出來的時候 陪著他做立法委員有一個 什麼歐國什麼 那個已經昏倒了 剛才已經送禮了 連那個六十歲人都昏倒 他七十三歲了 同學他還可以撐多久 要這樣玩他的命 一個這樣的人格者 他這樣子犧牲喔 你難道真的要叫他死嗎 不是喔 婉畢林說 因為吳玉森那個 有為格為格那個教會 說一定要強制灌食喔 要強救喔 如果有人阻止他 救護車來的時候 這個叫做妨礙公務 這樣講 婉畢林就回答說 你不要亂弄喔 你用強制灌食會把他灌死喔 一個人拒絕的時候 就差一點死掉就是施明德嘛 施明德二十多歲 他軍官學校不讀嘛 出來搞革命 他家全部搞革命 他那時候被灌食被打 被插那個衛食管 這比衛管還粗的 像我們的後樹共 你們在洗車用那個水管喔 那個是二十多歲 他現在是七十三歲耶 你插上看 整個食道裂掉 當場翹毛 所以這個喔 沒有嘗試還幹這種事 沒有關係啊 他這兩天就會見正張啊 沒有辦法的時候 還是要讓他當聖人 不然怎麼辦 有人對他一點 他的死一點都不在乎嘛 王欣凱這個王醫師啊 被人家誣陷他是癲弦症 錯了 他只是一個腦震盪的抽筋 跟癲弦症還搞不清楚 但陳其邁是你們的學長喔 老師的學弟 陳其邁他放棄醫生 在那邊當立法委員 比我們還有功還有力量喔 所以台北市亞裔工會也證明 王醫師以前也沒有癲弦的紀錄 你們就要亂弄 所以新北市的衛生局 否認啊 要把他廢執照 當然要這樣嘛 大家已經過招了 前財政部長 財政部長喔 這是國民黨的喔 調備載容量 核四就不上轉 OK 什麼叫財政部長同學 核四如果不運轉 它少掉了大概有 聽說啦 16%的 喔 那是要連什麼 核一核二核三 啊現在我們的財政量是20以上 聽說21啦 啊如果核四把它停掉了 不上轉 還夠嘛 連核一核二核三都停 還有5到6%的 財政能量 被載能量的電還夠用 核爆很多工產已經被中國吸光了嘛 你又在這邊都是那些小工業 沒有大工業了嘛 這個時候 請問 為什麼要冒著核爆的危險啊 所以連財政部長 當然這是錢啦 以前退休他才敢講真話 所以這些人免顏色凝重 在那邊講廢核 蔡廷貴教授其實也是這樣 台大土木工程學系的教授呢 他坐在立法院已經坐兩千多天了 這次的衝撞是為什麼 就是為反核啊 為了林毅雄 不是為他自己 福茂社已經被打過 揣過 這次他又被揣 沒關係啦 他的命也是要賠 我知道了 這些人都已經下決心了 當然有這種採訪的時候 採訪林毅雄 叫人家 咆哮啊 咆哮人家 斗力拿掉 有斗力要戴起來 怎麼樣怎麼樣 那後來這個中天 好像中天的記者吧 也是道歉了 騙人家說不是他咆哮 後來那個聲音 欸拜託 我錄一盒就是他 從頭到尾就是他咆哮 三立 三立新聞的被冤枉 說你三立咆哮 後來發現不是三立的 沒關係啦 這種東西反正遲早會讓人家知道 這個是前立法委員 他叫李明憲 他的太太就是 陳雲林來的時候 去圓山飯店 跑到圓山飯店 跟邱樹貞議員啊 陳淑華議員 有一條步 叫陳雲林滾回中國那個 結果他的太太去年 前年血癌入癌了 轉移死掉 他現在紀念他太太叫做鐵砲百合 台灣的原生中 弄了一個鐵砲藝術館 因為他是美術老師 那天老師主持 老師站在旁邊 那禮拜天 這個市政府廣場 如果你們有看報紙 每一個報都有 那天大概中部的部分教派 都在台中市政府 不是反合而已 我們反語 利用市政府的錢 替媽祖蓋了一個園區 說要賺錢 你投入的金額 跟那個台中市政府 每次幹的股跟漢一樣 股跟漢建不起來 最後毀約了賠人家錢 還有 國家運樂兵 蓋完了 沒辦法經營 又送給中央 中央經營 這個再蓋下去 又是幾十億 又沒有能力 又要 不知道脫水啊 我不知道 所以我們站在那邊 讓各種超教派的 NGO的 特別老師看到的 醫學系的六零級同學 就站在那邊 哇 我真的 有點欣慰 很高興 那 旁邊警察在那邊上單 沒有舉過一次牌 以前我們去抗議 都是舉到第三次之前 我們才說 謝謝警察 我們就撤退 這一次喔 站各市政府圍著一大圈警察 沒有一個人舉牌 而且還後來叫他們的 那個官方局的副局長 出來接我們的抗議書 很好啦 這個都進步了 這就是馬英九跟蘇貞昂今天吵架 那是十二點 老師剛好出來一天 總要拍一下最update的新聞 兩個臉色是這樣子喔 這樣子 電來電去 兩個八十多分鐘坐在那邊 我罵你你罵我 你回家看看 那完全不是商討事情 這樣子很凝重的 他也是一樣 哇 專門抓人家小便子 便到後來 OK啦 反正事情就是這樣 總是要一個結束嘛 談到這邊 今天我們會跟大家介紹 在你們的那個 課程表裡面 老早都已經有定的喔 這是乳房的疾病的認識 乳房是一個性的代表 其實很多同學在寫性感帶的時候 一半以上都有把乳房 放在那個性感帶 來看 乳房又是三圍的第一圍 老是常常用 一般人很通俗的話 吼 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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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趋 曲線 女生的曲線 他的骨盆槍會要裝孩子 要比男生更有S型 所以才有大S小S 但是偏偏有人乳房 前天有大小不均 同學 沒有一個人乳房左右一樣大小 都有一邊大一邊小 沒有關係 但是這麼大就不行 這麼大就會跌倒 賽跑的時候會往左邊傾斜 而且肩膀很涮 在美國少女來做豐胸跟縮胸的縮胸比較多 因為美國他們就是吃了很多這種炸雞 生長額很多 吃到很早發育 所以他們的國小五六年級已經很豐滿 過過豐滿反而造成他們不平均的更多 所以他們積罩杯來接受手術的太多了 那已經離譜到不能講 那所以 有的人會有這個附屬乳房 他會跟這個 我們的還沒有進化的時候 你看那個狗狗啊 狗狗一次可以十隻狗 九隻狗一次 一次 還有豬也是一樣 有沒有 在吸損他媽媽的奶的時候 那條線叫乳線 Milk Line 從這邊腋下一直到腹骨溝 都有喔 你也都有喔 你在月薪的時候你會摸到 腋下沒有這麼大顆啦 這麼小顆 脹脹的 沒有月薪來 有的會有 有的大到會真的出血 有的會有乳汁出來 這個叫附屬乳房 當然附屬乳房的開招是必要之二 因為現在大家都穿短袖嘛 親兩裝 手一抬來 那就一兩種怕死了 所以還是開吊比較好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這麼清楚 在你還沒有補乳的時候 你的乳房 是躲在皮膚下面 老師的醫院 那個年代老師在做外特婦產的開刀的 二十年前 也不過三十個護士在輪班而已 大夜班 小夜班跟正常班 就有兩個護士 一個叫做秀鳳小姐 秀鳳小姐 她的性能力很強 她在值班室裡面 她先生當老師 她值班的時候 就跑上來 在別的護士睡在旁邊的 她的護士休息室裡面 就跟她在那邊炒飯 旁邊的人被炒死了 但是也因為這樣 她的生產能力很強 大家第一胎生產 回家坐月子 才不到一個禮拜就抱著孩子來 哭啊 哭什麼 但是 你以前有講說 我們的乳房只要把它分成四整份 外上四分之一有硬塊 那個硬塊 像碗豆大 像碗豆大 就要懷疑是不是乳癌 這句話是經典 同學 記得 乳房從乳頭割四整份 外上四分之一 只要有硬塊 我們知道最壞的角色 因為那是得乳癌最高的 第二個才跑到乳頭巷 然後才跑到其他的巷線 所以那個秀鳳姐她就知道 她是比較早結婚的 其他婦女小姐都二十歲啊 十八十七啊 甚至於還不到三十歲 她爆來哭哭啼 打起來嚇到 什麼啊 你有硬塊喔 這個 我一翻開來 沒有這麼清楚喔 就真的摸得到硬塊 我就跟她講說 秀鳳你不要怕 這寫有的乳頭的 副屬乳頭沒有出來而已 你現在在補乳 那連那個副屬的乳腺也會腫脹 喔 她還是聽不下去 她說歪啦歪啦 割掉啦 反正老師要害她很快嘛 割一個忙長七分鐘 割這個才三分鐘喔 好了 好了 就割了 割留我 她送乳 那時候病理學檢查出來 就是副屬乳房 就這樣 一樣啦 可是她叫安心了喔 安心了 OK 沒有多久 她又回來上班 也沒有多久 我講一句話 其實又經過四五年 她總共懷孕了五次 最後那一次 我也不得已啊 只好跟她介紹 我說拜託的 你不要跟她吵到 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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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那個關於怨怨那個三十年前那個 比起來她更早 她是四十年前 是她的 她的老師介紹她來的 那時候我們都不是真正的悟孝 都是Aten Aten喔 帶到什麼都會 她生了痘痘 有空就帶來 坐月子的時候沒事幹 你知道嗎 就像我這次這個護士小姐 生了那個孩子 她說 喔 關了一個月好像在坐監牢 難過死了 婆婆每天早上還沒有醒 七點多就起床 起床 起床 不過她後來回來 讓她高興 那這個阿草 她帶了痘痘虎回來 一直跟我抱怨 詹醫師 怎麼這樣 我給痘痘虎餵奶的時候 我一直流汗 我說 你怎麼有看下去 她說 有啦 腋下一直流汗 那個手筋啊 手筋啊 七點七點八 那我就把她手拉開 閃喔 就是附屬乳房啊 她沒有這麼大 就這麼大 阿草 最早這個護士小姐 她的附屬乳房 大到一直流乳汁 她以為是流汗 好 那沒事 那我就把痘痘 手一拉開來 那個痘痘 居然又有一個附屬乳房 同樣的位置 龍生龍 鳳生鳳 雲骨生鳳 老鼠生的孩子會打鬥 跟她媽媽阿草完全一樣 我說 喔 這孩子將來還是跟你一樣 你要跟她交換 那個沒關係 結果她孩子 兩年前我們中山畢業了 你看多久都不是 很好玩 所以我們的乳腺都會留下遺跡 你哪個地方 順著這條腺的乳頭 有一些腫脹 在月經期會 洗完了 她又縮小 不會了 那在懷孕的時候一定很明顯 你要不要割呢 上面有露出來的 我勸你還是割掉 本來就沒有用了 原來是淨化沒有完全 那我們怎麼會淨化 以前我們是跟狗一樣 好多乳胖嘛 至少可以十幾隻狗一隻來 你看幾個 算給你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八 二 十六 可以十六隻 以前我們生孩子大概也生這麼多 所以我的媽媽 那個年代跟那個 吳楊削老師 在三個路讀書的時候 他一生下來 我的老師兄弟姐妹 還活著 就五個 我就五個兄弟 裡面有兩胎子流產掉 所以七個 那算少了 我媽媽的外婆生了十多個 那沒有什麼了不起 那個年代就是這樣 姐姐帶妹妹 妹妹帶弟弟 弟弟這樣 一個人 北哥老師老大 我都背過孩子 北哥我的弟弟妹妹 那個不是現在的那種 有什麼 好像你們的那個背帶一樣的穿上去 我們是真的用繩子 那個很寬的那樣子圈上去 每次我媽媽叫我幫她 家事 有背著孩子嗎 她才可以做家事 等她做完了一個小時 我把她 我把弟弟妹妹放下來 我那個感覺好像 要飛起來 你知道嗎 喔 飛起來 飛翔 多輕鬆啊 所以我被壓 壓到站不到 我的弟妹妹都比我高 我的孩子都180多 我那個基因可能還好 但是就是被那個孩子 背 大哥哥嘛 背 壓著 長不到 那OK啦 我講這個是讓你知道 其實我的乳房以前都那麼多 因為大家生很多孩子 而且雙胞胎 三胞胎 那個都是比較沒有進化 越進化的時候就越少 所以上帝 就把你16個乳房全部拿掉 不知道在哪一年 幾萬年前 你自己要生酒 家庭計畫 天有好生之德 希望你生出來的孩子 像天上的星星那麼多 像海邊的沙那麼多 那是亞伯拉罕的祝福喔 很重要的祝福喔 因為亞伯拉罕到了90多歲 她的太太也是 到了六七十歲才生孩子 那個孩子是一個寶貝啊 本來她還嘲笑啊 啊啊啊 這麼多歲了 怎麼會生 我每天都沒有啊 我那個護士小姐是這樣啊 45歲才生孩子 她也該因這個小胎五歲 剛才她宣誓喔 說 姐姐多年五歲喔 姐姐多年五歲喔 姐姐多年快乾喔 一天多就沒有了喔 我不一定能生嗎 你還敢娶我嗎 天啊 她那個先生喔 居然講那個C郎威 我愛你 不是只有愛你 我從頭到腳 每個地方都愛 這樣想說 沒有我愛護士小姐都不懂了 這樣忙忙的第一句 約會一個月會 一個月後就定婚 一個月後就決定要結婚了 好 那現在才一年多生出那種漂亮寶貝 真的漂亮 欸 那個就是 我們現在越來越不想生對不對 45歲還能生 林靖醫師也是很擔心會不會有門戶症 欸 還好 受到祝福了 她完全不二面 小孩子又要求過水喔 好 問題來了 人類越來越地律越不想生 你有一天喔 你居然會剩下一個乳房 就這樣中間一刻 一年兩邊你不要嘛 兩個孩子 下一個好 一個孩子不算少 你以後只生一個孩子 我不知道幾年後 突然間上帝讓你身體改變 你會每個人都只有一顆在前面 那怎麼能看吧 你想想他那個樣子 好像什麼 機器人 還有一顆 很奇怪 曾經有一個故事 一個先生 疼愛他的太太 可是大太太生產以後 會棒刷 會棒刷你知道嗎 就是流血不止 去世了 他不願意這個孩子給人家脫 爸爸居然用他的奶給孩子吸喔 你知道嗎 拼命的吸的中間 這個爸爸也懂得去吃雞精啊 蛤啊 蛤啊老千啊 天有好生之德 天雷高動地火 沒有想到爸爸居然辱之產生 後來爸爸哭辱 但是這是一個例外 同學我講這個故事 以後你不要這樣抄你的先生 你做夢懷孫 一個有書 老師不要說過 你只要認真愛你的孩子 感動天地你也會有組織出來 那是美國的報導 真的有 可是你要知道你從此以後你就要負擔 在家裡面當家庭主婦的命運 看看哪里有分工 我也不覺得這個最好 這就是乳腺 在乳頭乳暈的下面你看點點點 其實都是皮子腺的開口 這個是真正乳腺的開口 你知道我那個護士小姐 A罩杯 她本來就非常的自卑的一直跟我問說 老師院長你有沒有同學做整容 你跟他講比較便宜一點 總是要花這條錢 因為我問過好幾個護士 90%告訴我她如果有錢 大概兩邊做起來現在差不多十八九萬 二十萬以內有存到這樣子 百二十九十都要去做農乳 他們說你餵月姬神龍 那個擠喔 她講是她自己 餵取悅她自己 不是餵取悅她的先生或男朋友 不是 我說都OK啦 但是呢 這個護士 A到別了喔 真的很離譜的A喔 她居然現在給孩子餵奶 可以多到什麼程度你知道嗎 老師的地下裡面冷凍庫都是她擠出來的奶 全部放在那邊 因為她還是要上班 她這個小她五歲的這個在新 在那個保險公司啦 我們有一家很大的保險公司 她說 叫什麼保險公司 那個保險公司 他們上班時間都很自由的 所以她就當奶爸 她就住在老師樓上 她的那個護士宿舍裡面 上班的時候她太太下來上班 中間可以的話沒有必須她上去餵奶 如果中間小孩子吵了 我現在才一個多月嘛 二二八生了嘛 這麼巧不巧 二二八那天生下來 那個林靖遠教授也故意講說 哎呀 這個孩子就是要讓你的阿公還班子啦 也真的是 這麼巧不巧偏偏生在二二八 好 你看到現在才幾天 那個奶的量 足夠讓孩子吃到那麼漂亮 還怎麼樣 還綽綽有餘放在冰箱裡面 我跟她講說 這樣好不好 我們來網路上徵求有沒有 誰的奶比較不夠奶水 我們來做奶媽 來做奶媽 以前的人都這樣 普通要做奶媽的一定是頗棒 至少要CDE以上的罩杯 天啊 一個A罩杯的 她的乳汁是多到讓你能夠發狂 他們現在在煩惱說 欸 不會這樣啦 她現在吃不下去 她來做那個人工肥皂 乳汁可以做肥皂 很環保 她們現在在想 所以你看這個乳腺這樣發達 偏偏我們的乳頭是最敏感的地方 除了印第以外 性感帶 第二敏感帶 但是它規定是性感帶 你只用觸摸乳房 只會讓她覺得癮妖啦 很敏感 但是她規定能夠達到高潮 所以不要把性感帶跟敏感帶搞在一起 她是一個很敏感帶 你知道嗎 有的病人來老師的醫院看病 她乳房脹起來 因為乳汁她不會擠 害得她的乳腺 因為小孩子嘴巴規定乾淨了 跑細菌進去 這個乳腺變成發炎 裡面變成金包銀 金包銀就是晃融在裡面 那個痛的一塌糊塗 它旁邊都是脂肪組織 越多的脂肪組織讓它越豐滿 所以你知道融乳是融什麼 融乳就最好是把你的屁股的脂肪拿起來 用你的脂肪放在你的缺乏的皮下 那個是最好的可是脂肪率很高 而且很貴 你用塑膠袋比較便宜 而且容易拆下來 有一天 好 你們要知道 其實融乳融在哪裡 地點告訴你 不是在這裡 是在這裡 這一個胸部的肌肉的後面 骨頭的前面 知道嗎 開刀的時候 醫生從腋下把你挖一個洞 把那個鹽水袋或者是果凍袋 塞到大胸肌的後面 讓它挺出來讓你的乳房 不然的話你如果是從這邊 以前有一種方法叫做乳暈手術 從這邊切 切了一個半圈 然後再把水袋 連水袋放進去 那個時候你會切一半的乳腺 一半的乳腺就不能俯乳用 啊 漲在裡面難過死了 還有最糟糕就是用石啊 扒拉拼 扒拉拼你來老師醫院我給你打 很便宜啦 五千塊 現在打下一節課就可以上課了 哟 同學看你本來是A罩杯之後 變成D罩杯 原來你打個扒拉拼 馬上漂亮 可是呢 那個扒拉拼開始把你圓縮 我們叫Scar 八分組織 一直沾沾沾沾沾到後來 凹凹凸凹的變成月球表面 還不只這樣喔 如果在很熱的Scar 45度的 它那個石蠟會溶解掉 會掉到肚子 所以你的肚子會多兩顆乳房 上面這顆已經扁掉了 在這個你的 六塊肌肉上面長出兩塊 很奇怪的形狀的乳房 還有 在二十年後有的不到十年 那個石蠟就變成癌症 讓你佔念的地方變成癌化 所以不要冒那個險 真的為月積者容 請你找一個正式訓練的整形外科醫師 千萬不要找那種秘移很便宜 會造成很多的併發症 包括癌症 國小一年級二年級 到了五年級 到了國中大學應該發育到這樣 都是靠腦下垂體它的作用 腦下垂體的促乳素會讓你發育 那個也是來自於你的體重 你的脂肪 身體的體重到達一個程度 它就喚醒腦下垂體 讓你破霸起來 所以你如果是一個乾乾扁扁的 林志玲是林姐姐 其實她的罩杯要不是現在有植物 還是B罩杯而已 她是後來有熔乳 這個是必要之二 因為他們要秀她的身材 她一定要熔 不然的話 以乾乾扁扁瘦瘦的人 她女性荷蒙就在脂肪組織裡面不夠 將來到了更年期 不懷孕了 不排卵了嘛 這時候呢 你的脂肪組織要更大 屁股要像媽媽那麼大 越大了五神婆六神婆的屁股 就可以儲產更多的女性荷蒙 你才不會骨質疏鬆 不然就很快 你走路過馬路大慶 火車來了 我快點了 咬著 去著 為什麼 我又沒有推倒你 快速走路肌肉的拉扯 就讓骨頭斷掉 這叫畢野性的骨質 平常人不會 你若是乾乾扁扁的志玲姐姐 這種生態的你就要剉蛋 所以希望大家還是要把你的脂肪多一點 不要學現在那種進食絕食 我不是講林英雄 林英雄那個另外 那是要拼命 你看那個裡面的乳腺發育得漂亮跟不漂亮 它的那種都是病理學查就有 它的相關會是看一下 很多淋巴組織 我們的鼠頭上面有淋巴腺 淋巴組織就是把細菌卡在這邊 腫起來 如果是癌細胞派也腫起來 因為回流的癌細胞就卡在腋下 所以腋下如果總塊拜託 馬上到學校的外科 請問如何檢查要找學校 哪一科 第一個叫做外科 第二個叫婦產科 第三個叫家庭醫學科 這三個選擇的話 你會選哪一個是第一個 很多人是選婦產科 這是最錯的 你要選的是外科 如果你便有 我們需要有 有乳房外科 選乳房外科 真的沒有的時候 比婦產科要早的 就是要選家醫科 這樣你懂 外科 當然最好是乳房外科 普通那種區域以下的醫院 不一定有乳房外科 那你就只好選普通外科 再來是家醫科 最後沒有了才選婦產科 好 那這個地方你把腺腫起來 就有問題 男生會不會長乳癌 會 因為上次 不是上次 剛剛老師還講那個 天雷溝動地火 感動上帝 讓那個男生 餵奶 給他的孩子 他也懂得吃雞精 那我那個護士 他是方苑 中華洪外 那海邊他家裡面 前身那邊都是抓魚的 還有他媽媽 婆婆就替他二三隻雞 二三隻雞 已經養起來了 用兩隻雞蹲成一碗雞湯 蹲八小時 他吃那個營養太好 那個高蛋白 高到飽 比那個白蘭式雞精都要高 所以他的量尊 乳液的那種出來太多 多到他必須要忍動起來 那男生喔 你如果感動天地 你一起吃那麼補的東西 一樣 男性女乳症 當然也有一種是 各位男同學 你們在國小六年級的時候 有沒有腫過乳房 女生你腫乳房很普通嗎 因為要發育 男生跟著腫 那個叫做 Witch milk Witch就是女巫 魔乳症 有一個年齡到了你的青春期 改變的時候拿下水裡刺激 讓女生前凸後翹 男生開始搞完變大 開始長陰毛 還有喉結跟鬍鬚的 那個前面你的主房就長過一次 女生開始有時候太長 也會喔 因為現在麥當勞很多 所以有國小五六年級的女生 女生就被帶到老師的月來 她的媽媽就說 唉唷 我的女生怎麼 你生一個臉眼啊 你看 真的 就像這樣 比她小 比她小 可是喔 如果不懂的醫生 真的把她割掉 她想說很簡單 把三分鐘就解決了 糟了 她只是一個粗辱 就是那個Witch 女巫叫Witch 坐著一隻哨子在空中飛的 Witch Witch milk 她會分泌乳汁 你知道嗎 男生也一樣 你會長 會痛 這樣動動的也有人去開吊 還好男生開吊 沒有關係 女生開吊 你就少了以後那邊的乳房 所以不要亂搞好不好 這是正常的 好 那這個人不正常 為什麼 她是一直發育中 因為荷隆搞不好她腎上腺的腫瘤 搞完了腫瘤 但她一直把乳房發育 這個就不好 這是男生喔 男性女乳症喔 很可能是癌症喔 不是好事喔 或者 男生到了馬英九這個年齡 你們現在已經沒有美麗的小馬哥 Handsome Boy可以看 他每次游泳的時候 我一看都 哎呦 拜託啊 你穿衣服好不好 那個男生喔 到了60歲 他的那個肝臟已經沒有辦法把 身體裡面本來就有的 一半一半的女性和尾痕處理掉 所以他就 女性和尾痕就留著把他的乳房 變成男性女乳症 滿久是像這樣翹起來的這種 哎呦 有人說 你這樣再游不知道 可是站起來哎呦 一看就知道 有時候還下垂啊 垂垂老矣 所以喔 這是沒辦法的事 因為他身材算是強壯 結果他是瘦的就不會 瘦的不會 因為女性和尾痕 都必須要在脂肪墮的地方容易存在 所以男性女乳症 除了老化那種以外 都是不好 都是不好喔 就是腫瘤喔 腫瘤 或者他吃荷爾蒙啦 去吃那補藥 焦桃白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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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他掏皮疤 放久背後又生會癢 裡面放很多的荷爾蒙也會 或者Eatronic Eatronic叫做醫院 醫藥的來源 比如說他必須要治療社會腺腺腫大 男生社會腺腺產生精液嘛 精液的25% 所以一個人社會腺腺腺腺腺腺腺癌 或者社會腺癌 醫生要故意用女性和盟抑制他 這時候的你的爸爸阿公都會男性女乳症 這是一定的 這不用害怕 只是你若是工作人物要彈胸肉乳的話 你還是把它割掉好了 順便帶一句話 縮乳的費用比熔乳要高 1.5倍 熔乳20萬 縮乳要35萬 因為縮乳要切掉太多的組織 還有血管神經都要全部把它完美 比熔乳難 熔乳就是老師剛才給你們看的 把那個大胸肌撐開放進去 固定好就好了 太容易了 這個就是發言 你們看一個人的乳房 CD罩杯的變成G罩杯 為什麼 不是它 瘋乳 它裡面都是濃 小孩子哺乳吃進去的 這個開刀很容易 老師最喜歡開這種刀 因為它痛的發燒 40度難過 我只有拿一隻刀 放個彎盆在土房下面 就這樣放著 我就這樣子 把那個刀 咔嚓 一秒鐘 咔嚓 血液跟濃 出來 兩分鐘後它就輕鬆 裡面上面怎麼辦 I'm sorry 我還做個手腳 我還拿那個Long Kelly 長的那個止血拳 從這邊戳進去 因為這邊已經割一個洞了 戳進去 把它吊開 喔 當它那一擦大會痛一下 喔 我才不知道要打麻藥 打麻藥只有打這邊 Skin 皮膚開口 裡面的脂肪組織 只有頓頓的痛 同學要知道 不會很痛 皮膚表面是巨痛 所以麻藥只有打一公分 只要我刀子滑進去那一刹那 它不痛就好了 但是進去就把它撐開 那種頓頓的痛 當然也很痛 不過 你後天它就帶著微笑 因為老師裡面會放一支 一條那個叫做引流管 像我們打點滴那個管 或者是沙布的Gauch Drain 用那個Drain在裡面 它就會在一兩天裡面 整個那個外面的胸罩 要用那個胸罩再裝衛生紙 還有沙布在裡面 那一天要換兩次 有時候三次四次都要換 看它那個膿有多少 像這個的話四次跑不掉 你只要撐到那邊撐到那邊 把那個沙布都擠到那邊 它就順著沙布被吸出來 然後明天再來換藥手 又新的進去 大概三天就乾了 那我們還是放一點點小的引流管 一個禮拜全部抽 抽完了那個傷口 隔天就癒合了 就恢復了 你看這個紅、腫、熱、痛 發炎的四個都有 這個叫做纖維流 很普通 你們現在同學三個裡面 一定有一個 沒什麼 這青春期到了你就會有纖維流 裡面有時候是囊包 我們叫Syst 囊腫 有的會這樣 在囊腫裡面又有一個纖維流 Fibroma 這麼多良性 它的位置就算在外上四分之一 上次有一個台大的同學 也是在老師那邊實習的時候 他堅持一定要開 我說好啦 我跟你講絕對沒問題 可是他醫學系就這麼緊張 他爸爸媽媽就陪著他 我要請他爸爸媽媽給他做伴 因為醫學系太內行了 他什麼都不在乎啊 他也OK 那就在他爸爸媽媽前 把他那個纖維流拿掉 送 把收到病裡檢討 出來救世啊 救世啊 可是他就很神經質啊 沒有想到一眼以後 另外一邊又一顆 他還是要拿 好啦好啦 拿了他也不害怕 反正局部麻醉就好 又不用全身 一邊談話中間 就把他拿出來 你看這麼簡單的一個動作 他就掃漏 那種烏烏於雲 那種烏雲對他來講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當然啦 一個乳暈乳頭的地方常常流濃流湯 你要小心可能已經是癌症 裡面有一部分是結核病 像這個是結核病 結核啊 肺結核啊 那種菌跑到這邊 當然也有那種 眉毒啊 眉毒的潰瘍 這是眉毒 這就是癌症 你怎麼區別 並且切片 切一點點就可以知道了 沒什麼 如果你的乳暈的地方 是留紅色的啦 咖啡色的啦 甚至於比較暗青色灰黑色的 拜託那就是乳癌 那種皮膚喔 不是紅疹濕疹啊 拜託 有人貼狗皮膏 貼到疹都爛掉 那是你的責任喔 請你馬上找外科 乳房外科 駕醫科 最後婦產科 當然不行 你找內科小科醫生 也會懂啦 他們雖然不是專業 其實都懂啦 自己要自我檢查 好不好 如果你放到這樣 已經爛到這樣 才來找醫生 你自己活該 這個老師如果是長成這樣 我也不治療 因為我知道這個時候 已經轉移了 你看那個癌細胞 全部都是多型核 大量的 漫延頭腦骨骼都已經有了 你要怎麼治療 我一定趁好好的時候 去十字園墓園找一塊地 他要放在哪裡 人家林毅雄阿薩利 他告訴說 他已經血好了 他說我死了 就把我 那個時候死掉的時候 那個被膽 把我裹著 啊不要 別人來摸我 我不要關牌 什麼都不要 就執兵 驗屍以後 送到火葬場 燒 那個裝骨會用什麼 用我們家 快要丟掉的 那個瓶瓶罐罐 有時候什麼 肥皂罐 肥皂粉的罐 有的是古靈罐 就那個就好 然後把他裝的骨灰 帶到哪裡 帶到他的媽媽 跟兩個原生子 現在葬在宜蘭 池林基金會那裡的墓園 倒在媽媽的墓園 蓋掉就好了 同學 這個人夠不夠瀟灑 中國的經濟的改革 鄧小平 他六十天還能闖到火 殺了學生 可是呢 他要死的時候 也告訴中國人說 你們不要迷信 我的武灰就燒了 武大運 開山什麼山 就下去飄飄就好了 城歸城土歸土 所以這個都是對的 那個乳房啊 有人乳頭會縮進去 大概有四分之一的人 有到三分之一都有 你乳頭如果沒有把他擠 沒有把他壓 他不出來 沒有關係 但是 凹進去的 會有硬塊 甚至於 會有 跟他殺力 抹起來有刷 那種不好 那就是癌症 就像這個 它裡面是癌化 纖維化 很厲害 粗粗啊 摸起來很不太一樣 所以講到這邊 你們就要記得 六分鐘護醫生 後面有兩句 總共兩句話 抹片就是 三分鐘護醫生 後來改成六分鐘護醫生 後面還兩句 第二句話 總共兩句 三點不漏 三點 你是乳房兩點 子宮頸一點 你要去做抹片 你又三點不漏 醫生怎麼做 所以這句話有點矛盾 一下子要解答 必須要重新解釋 連乳房那兩點都不要漏 雖然你去的是婦產科 或者嘉醫科替你做抹片 請你順便跟醫生講 那兩點要替我檢查 因為我們自己檢查都會錯誤 當然你也知道怎麼檢查 在你的背後哪一邊就放個小枕頭 把你胸部頂出來 然後從乳暈開始 順時鐘或者逆時鐘都可以 你就固定 每次月薪完了 月薪完了 大概第五天第二天乾淨了 隔天就可以做了 乾淨了以後就這樣摸 摸摸摸摸順的摸完了 都沒有硬塊 那就沒事了 每個月都做 這樣子就不用怕 你吃著炸雞 你用著那些必要之餓的合物 像媽媽更年輕 必須用使用女性合物 才可以防止她其他的癌症 但是她不能夠防止她的乳癌 跟子宮癌 不是子宮頸 沒有那麼衛生在抹片子宮頸 而子宮體就是合物造成的 媽媽的姐妹就是阿姨 外國的姐妹就是姨姨 因腦乳癌跟子宮癌的 他們就不能用合物 這時候你就要用大豆液黃銅 植物性的合物 如果是你自我檢查呢 講真的啊 老師再告訴你們一個很糗的事 百分之八十的女同學 你們自我檢查都會按到硬塊 因為你的熱誤都被你按到 然後這邊又硬塊 然後這邊又硬塊 到底是不是怕了 自己怕還是 所以你們還是找政科班的醫生 醫護人員總是有特殊的歷練跟經驗 一摸就知道這是肋骨啦 不用怕了 因為我們都是VC照片一下 它很容易就摸到你的肋骨 這個是門爆性的乳癌 一種紅斑正科喔 它是癌細胞 全部都是癌細胞 可是你認為它只是一個過母 貼狗皮不高 貼到流濃 後來之後大開刀 像這個已經開過刀了 沒有想到半年後 又從乳孕的地方又找出癌症 很無奈 因為它開始是這麼大範圍的 癌症就沒救 你應該在很小的時候 就過度來Overlooking 真的要過度來解釋它 千萬不要 到時候回顧餘生 這個是巨無霸的 那個已經太厲害了 雖然它沒有流濃出來 拜託可以放到這樣最少半年嗎 你怎麼不找醫生 這種巨裡面的巨型黏液的 男生會得乳癌 會 只要你認真抽菸 喝酒跟那個檳榔 還有你穿吊帶裝 丘吉爾他喜歡穿吊帶裝 磨來磨去 你們現在的背包 磨來磨去 太重也會喔 抽菸 檳榔 跟喝酒是個直接的因素 吃 亂吃男性合同是第二個高的因素 讓你變成男性女乳化 甚至於變成癌症 那這個是女生 女生變成男生的胸毛跟陰毛 陰蒂也長出來變成陰莖 變成陰莖 這個就是Hersuitism 多毛症 其實也是女性的男性化 受到我們的腫瘤 腎上腺啊 或者是搞卵巢的組織 或者其他的有合同作用 就會這樣變成泰山的身材 你去跟他摔柔道 連男生都摔出他 好 你們休息五分鐘後 我們就開始 那這一堂老師還會給你們看一個 很特殊的電影 那最後 在電影要結束前 一分鐘老師有一個問題要問你們 那個問題也就是今天的點名 我們點名就用這個方式 好 到廁所 趕快速去速來 如果同學那些影片還沒有看過的 需要再補看的 或者回家自己要call的 都可以跟老師一樣 老師巴不得 同學們能夠把這些好的教育片 一直流傳出去 其實蠻有用的 謝謝帥神 好傻氣 林姊 來吧 您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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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有加热菜哦 就是这个呢 什么都要打发的人吗 对 这个 反正就是些 选择 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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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派回你的啊 我先寫這個就也先教 剛剛同學已經有把那個捐寫的 這張copy出來 那老師自己也copy到181次了 我也帶來了 那昨天 星期禮拜五對 昨天禮拜四老師接受表揚 哇賽 去到那邊老師算小老弟 很多人捐寫次數比老師多 所以現在這種意思 那老師順便在那個時候 聽到他們告訴我 他知道我在中山嗎 告訴我一個好消息 可惜啦 你們剛好前一個禮拜結束了 不過結束了你們還是可以 你們結束那個禮拜 是五月的最後一個 那堂課是五月二十三號 挺好喔 你如果還要教那個 你的捐寫報告 來不及我怎麼沒時間去了 五月的二十六號跟二十五號 禮拜一啦 就是二十三號老師上最後一堂課嘛 那二十六跟二十七他來 是醫學系第一次請他來 他們很高興 他說蛤 以前都是什麼醫學技術學系的啦 今年是醫學系的請他來 其他科系也會來 所以你以用二十三號那天 老師還會再重複齁 管理後 那下一個禮拜 才兩三天後的 禮拜一禮拜二 你可以用照相 你自己在這邊捐寫照照相片 你就E-mail給老師 老師E-mail address有嗎 你就依給 在學校裡面那個 也可以依給老師啊 那我就也是算你加分 也一個禮拜內 老師所有畢業成績都要先打出來 所以一個很好的chance 五月的二十幾號 我們就可以做了 親自活潑溫柔 嫌淑 嫌愛嫌淑 哈哈哈哈 下個禮拜在五一二教室 不要忘記哈 五五百 就是四樓 這個影片 free will 自由意志 信 絕對是一個自由意志 但是 有時候 你會 超越你的自由意志 你會因為衝動 你會有很多的理由 這一篇是老師所有看過的教學片裡面 最傷心的一篇 也是最難過的一篇 怎麼讓你有free will 自由意志 讓你選擇你的生命 讓你願意走你的路 你走不出來 特別是男同學 以後你面對的世界就是這樣 你面對的世界就是 明明給你自由 但是你會濫動自由 你會沉不出去的時候 在這段故事裡面 非常充壯的一個故事 讓你久久不能釋懷 1.5倍喔 記得用第900的 都用1.5倍 1.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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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電子可以關掉 不知道這邊有關 還要關 後面關掉 只要讓你那個screen 出動 中文盟 人是有情緒 文化青春期的荷爾蒙會左右你的情緒更正 在鬥行之下 七星赤火可以遙遠 叫弟弟嘛 警惕業他沒有把它運用在音樂、美術、跆拳道、鬥滑、運動 或是生存、競爭的遊戲 反而藉著各種不同管道來發現 所以我們只要我們喜歡有時候不可以 在社會上真的有時候會遇到這樣 當時會有時候會休息一下 就說了 好 成功 作詞 你们要想想看 有时候你遇到这样的话 你是弱者的时候要怎么办 很多必须要思考 你遇到陈建心这么坏的人的时候 你真的没法反抗 你就是要把保险套掏出来 保护自己 相比到这个的话 你看他连保险套掏出来的机会都没有 这是北欧的故事 北欧他们的人很普通 他们的性很开放 学生男女生应该都有保险套在身上 像这个就没有 他就很吃亏 你看他一紧张 连最基本的想要活进来 本来那种性的冲动会让男生眼见他就有那个愉悦感要过去 居然都活不起来 活不起来又会造成更大的自卑跟残暴 所以这个人很糟糕 他的秋秋女士已经到了后来 你开始就要用虚伪一样 活不起来 没有人是个人 在那边跟他丑 你还是要赶快想办法讨好他 嫁妆 不然会适得很惨 你自己没有能力强奸人 怕人都小 很奇怪 可是这个是真实的 我现在在进行 真实的发现不是这样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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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no 它是濃著眼睛摔下來的 那是很嚴重 濃著眼睛跟不到路 想逃而已 等一下戳到這個 戳到那個 有時候就死掉了耶 這個人還有一點人性 他車上有那個笨蛋喔 他居然還會回去拿來替他想要上藥 哇 他已經掙脫了 當然要先逃啊 先歸不逃 就讓他這麼nice 要替你上藥拜託 照來照喔 照來照 這裡知道就破了 就沒有了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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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们要知道那个被强奸被判刑在监狱里面 进到监狱他们就用那个大疙瘩来刷你的龟头 会有给他刷 每天刷 刷到你受不了 然后在那边把你扔 你就很爱 我把你刷 大家睁着眼闭着眼 看他们对 在北欧他们比较人性化的 官泛人的地方是这样的 上次有一个小岛上面抢杀很多学生的 他也住在这种好地方 北欧就是这样的 我猜讨论坏 我猜不得以免之外 我 again不得了 我一般设划 所以抗性欲的药就是女性合合 叫做去世 药物的去世 真正的去世就把它来叫毒雕 而且高完都要毒雕 就是变成犯官 但是这不仁道 所以变成有药物的去世 正是有啦 但是在台湾没有通过这个法律 你敢做你违法 你没有人敢做 我其实蛮管用的 他就会男性女主政 把他打成像女生这样 哪一样 再次来 这次来讲 是我答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家 这个家算是中途之家 这是非常人情的照顾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这叫制约了 操练自己 把那个多帅的 性恶恶的冲动 借着体操啦 借着其他的活动 当兵 所以男生有没有 必须要在20岁以后去当兵 也是有道理 太多的体力 给人去操一操 而且被很不合理的管教 也可能会好一些 的时候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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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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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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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為什麼要回教他們的堅持 女生一定要被帶頭殺 在外面絕對不能暴露 因為他說你這樣做的暴露就會引起男生的信譽 你說真的嗎 也是真的啊 只是客製的人比較多 不客製的一個人就慘 所以這個真的很無奈 要在人世間找到那個平衡點 不過回教他們有一個好處 他們也准許十二點以後就不必禁酒 禁酒令 晚上十二點以後他就可以不必 也可以看A片 但是白片就不行了 大家在一起 我們現在是西方看A片 我們現在是西方看A片 你們是西方看A片 對 對 對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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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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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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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